《老爸! 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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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 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迪士尼一度搞不定 北美觀眾表示看不懂 最後卻拿下了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 並即將以數位紀念版方式重新在台上映的《神隱少女》 當《神隱少女》在2001年於日本大賣300億日圓時 海外發行商迪士尼的CEO Michael Eisner 卻曾經表示自己無法理解原因 甚至說出了 我不懂這部片為什麼會賣得這麼好的評論 善於推廣動畫的迪士尼行銷部 更曾經質疑這部片善惡不明、難以定位 於是最後他們只用了小規模資源來發行 即使在得到奧斯卡之後再次重新上映 但最終美國票房還是不到日本的5% 而根據吉普利金牌製作人林木敏夫的分析 大概只有在價值觀與日本相近的台灣、香港 以及對日本文化有興趣的法國賣得還算不錯 至於其餘的海外市場 大多看不懂《神隱少女》在演什麼 甚至可以用評價兩極來形容 不過老實說 即使在過去20年 我們重看過好幾次這部片 剛開始抓到的心得 也都是在講教育或成長 這些較為明顯的議題 直到這兩年 《人生歷練》又多了些 才感受到片中職場百態 甚至是隱含的《風俗夜》等成人像主軸 然而 就在我們閱讀了更多的日本歷史書籍之後才猛然驚覺 過往在片中忽略掉的宗教與民族元素 原來在日本文化中非常重要 而我們覺得 這些或許就是讓大部分海外觀眾感到困惑的主因 因為片中有非常多延伸自日本傳統或是傳說裡的習俗與文化 例如欣欣澀色的神明靈體 以及讓外人摸不著頭緒的儀式和設定 也因此在今天的節目裡 我們會援引幾本著作 為大家來深度解析《神隱少女》裡的四個宗教意涵 包括 神道教的異界觀 神隱其來有字 對誤會的恐懼 以及弱弱的小神明 另外也感謝黑體文化的贊助 我們準備了五本《吉卜力電影完全指南》要送給大家 參加的辦法在文字說明欄裡 所以第一步就是先訂閱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 也記得要按讚和分享這支影片 給同樣喜歡神隱少女的朋友們喔! 我們覺得在不了解日本的信仰下 如果只把油屋中的鬼怪與神靈 當作是一般動畫的可愛配角 就會無法體會神隱少女中深厚的文化底蘊了 也因此最需要首先介紹的 是日本最原始的信仰 《神道教》 根據《表里日本》的定義 最原始的神道教 是沒有教義、沒有教祖 甚至連建築都沒有的宗教 因為這種信仰一開始就是出自於 面對大自然時的敬畏之心而已 所以我們平常看到日本文化中所相信的 《萬物皆有靈》 在神道教裡其實並非是指要去拜某一棵樹的樹神 或是拜某一棵石頭的石神 而是因為這些大自然正好處於清淨 而適合神明降臨的場所 所以才成為了信仰對象 後來是因為佛教傳入日本 才開始有了神社的這個概念 也因此我們會在片中看見路邊的石頭小房子 卻又沒看見實際的神像 而這就是所謂的《御神體》了 根據宮崎駿動畫的《文法》書中也有解釋 片中有一幕出現一排漂浮在空中的面具 就是春日神先附在面具裡 之後才慢慢出現本體 而這個面具就跟被擊敗的石頭或是其他的物體一樣 是被神明依附了才有了神性的 而另外一個神道教的特色就是異界觀了 這是在說神明或是靈體 其實是來自另外一個空間 跟人類世界不同的地方 可能是外面的森林或是大海 只有某個時節才會來到人類的世界 尤其是會在橋、十字路口、村落境界等特定場所 還記得千尋一家在進入廢棄車站之前 看到的一隻駱柄石頭門檔嗎? 這個應該就是區分人類與神明界線的雙面守護神 而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來當白龍見到迷路的千尋時 會叫他趕快跑去河邊 才不會被困在這個結界裡 而在入夜之後千尋也看見了 神靈搭船渡河來到遊屋的壯觀景象 對了,大家在神社前時常看到的紅色鳥居 以及祝聯神 其實就是最常見的人神邊界 所以下次在拍照留念時 別忘了要跟神明打聲招呼喔! 在日本的民俗傳說裡 神隱這個字意味著沒有原因突然消失的人 通常被誘拐或綁架的對象以小孩居多 而始作俑者可能是天狗、河童或是山老等等的神仙鬼怪 發生的地點也通常是森林或是沒有人煙的大自然裡 眾人會敲鑼打鼓、大叫失蹤者的名字 而類似的橋段也可以在經典的日片《娜娜娜娜神劇森》裡面看到 也因此當千尋一家不慎走入神林的世界裡 爸媽因為貪心被詛咒成為豬 而有白龍爸媽的千尋失去了名字 卻幸運地在異世界中活了下來 就成為了中文片名裡的神隱少女了 而這也呼應了民俗學家小松和彥所說的 透過這樣的民間故事可以看見 人們怎麼在異世界裡學習克服挑戰 進而將這樣的經驗帶到日常世界裡 幫助自己找到面對現世的勇氣 如果你攤開吉卜力的幾部奇幻之作就會發現 主角們好像都是按照這樣的公式在完成個人的冒險喔! 另外一個神道信仰的特色貫穿了整部電影 那就是對於污秽的恐懼 根據《表裡日本》的說明 神道教的儀式與體系是奠基在農耕文化之上 也就是大自然的生生不息就是世上最重要的能量 如果人類忤逆甚或是破壞這樣的生態 就會遭到最嚴厲的懲罰 而這樣的信仰不僅出現在神隱少女裡 更是幾乎貫穿了所有的吉卜力作品 然而看在不解日本文化的西方人眼中 很有可能只是在用提上環保的角度來解讀這些作品 因為神道教對於農耕文化的重視 在延伸之後就成為了清淨代表神聖 而臟污就代表罪惡這樣的觀念 在平安時代甚至會將弄髒農田或是處理牲畜時 造成的污秽這些難以避免的行為直接定罪 因為古代的日本人相信 不幸的是必然就是源自於骯髒與污秽 而且還會在不作為之下接連地污染下去 所以他們特別崇尚積積極地清潔 甚至是斷開所有可能的負面因緣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神道教的儀式裡 常會見到跟水相關的動作 例如讀經之前的身體沖水、接露水灑佛 甚至是還有一個叫做雙月祭的祭典 會邀請日本各地的神明來洗澡 替他們洗淨一整年的污秽 也因此在片中這幾個橋段不只是娛樂效果 或只是要用來教育衛生與節制這麼簡單 其實更是反映了日本文化中最大的集體恐懼 那就是污秽等於邪惡 上市湯物員工害怕人類的臭味 不想接待腐爛神 無臉男吃藥之後吐出廚餘就恢復善良 或是小千用血嚇走了小少爺等等 另外,千尋幫白龍踩死詛咒蟲 緊張地讓鍋爐爺爺幫他切八段的劇情 其實就是呈現了至今還流傳在民間的切斷惡緣的習俗 這樣看來從千尋拯救白龍 以及為了拯救爸媽 去清洗最髒的湯污和腐爛神 塞塞都證明了他真的是為了愛而勇敢 在神隕少女里 白龍為了要跟湯婆婆學習法術 被剝奪了自己的真名 還失去了曾經作為和神的記憶 直到在千尋的幫助之下吐出了詛咒之蟲 還回想起名字,最終獲得了自由 當年看完了電影的我們 覺得和神怎麼好像很弱 一下子像白龍一樣被控制 一下又像腐爛神一樣被人類荼毒 感覺這些神明好像法力沒有很高強 同時也會覺得電影中的法術跟咒語怎麼那麼多 但人類在其中卻又顯得很無助 那到底這個世界的權力階級是怎麼區分的呢? 前面有提到,原來的神道教是將大自然力量奉為歸孽 展現人類對於萬物的崇敬之情 那麼為什麼後來又會發展出充滿功利主義的符咒呢? 原來在西元六世紀 印度佛教傳入日本之後大為流行 更在被本土化之下 以一種更加實際甚至是更為功利的形象 深植在日本文化當中 例如,咒術師可以善用佛經與修行來控制神明 而在神佛習和的構成中 神是守護佛的存在 所以才會要念佛經幫神明開悟 而原先神道教裡的八百萬神 更是被說成是印度佛菩薩化身而成 要來教化思想的 也因此佛教可以說是被重新包裝 並且壓著神道教成為主流 也一直要到19世紀明治維新時期 神道教才被政治勢力重新扶植 跟佛教分家了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對於神隱少女更加喜歡了呢? 礙於篇幅有限 我們只能用畫重點的方式來分享 神道教在片中展現的部分特色 歡迎你在留言裡告訴我們 你還有看見哪些隱含的文化脈絡 也可以到文字欄裡說明去看更多 就有機會得到一本《吉卜力電影完全指南》喔!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來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神隱少女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 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